而今日中午有酒店員工以及工會代表 在溫市中心一間酒店門外設立九刷線 並呼籲各界抵制該酒店 爭取資訪為員工設立的公平合約 唐婉琴報道 今日中午一批酒店工人聚集 在溫市中心可越酒店設立九刷線 工會代表表示 酒店業年年創造利潤紀錄 但是就連續14個月 未能與員工達成集體合約協議 他們準備隨時罷工 以實現更好的工作條件 工作人員在業界要求穩定和保持工作 他們能夠支援家庭的助餐 包括全職時間 工業的費用 更加上醫療的利益 保護工作層 也增加安全標準 他指出兼職和輪班制度 令不少酒店員工 需要從事一份或以上的工作 去維持生計 他們面臨種種問題 而決定罷工 工會表示支持 但具體安排尚未公佈 另外有酒店員工認為 不定時工作和繁重的工作量 對他們的健康構成重大威脅 此外工會已經向Hotel Georgia Western Bayshore和Pinnacle酒店發出罷工通知 另外Hotel Georgia之方則已經發出停工通知 新時代電視唐遠橋報道 市民生計測試 也許信任 總之 公佈 市民